258 大公報 蘋果近獨八全球手機營利 2015年7月14日要問A04大公報信 據華爾街日報消息 全球約有一千家智能電話製造商 但只有蘋果一家機乎取得了所有營利 Connectworth Genuity董事總經理Mike Walkley估計 在今年首季 全球八家最大智能電話公司的整體經營收入中 蘋果佔了其中的九成二 較一年前的六成半高 三星電子則佔一成半收入 根據Connectworth的計算 單時蘋果和三星便佔去了業內利潤超過百分之百 原因是其他製造商只達到收支平衡或視力得虧損 上週發生的事件 反映出這種營利不平衡的情況 蘋果當時要求供應商製造出破紀錄數量的iPhone無耗 與此同時 三星卻預期取得令人失望的營利 HTC 亦錄得貴度虧損 而微軟亦要就收購 諾基亞智能電話業務而大幅疲障八成 蘋果在營利方面的佔比實在驚人 尤其是該公司所售賣的電話 佔整體銷售不足兩成 由於這種銷售的差距 蘋果因而有能力把電話賣得更昂貴 其競爭對手主要是使用由谷歌開發的Connect Android操作系統 令它們難以區分比此所提供的商品特色 導致它們當中為了增加競爭力而削價 同時 三星和HTC 近年在決策上亦走錯了路 市場研究機構Strategy Analytics 的高級董事Neil Mostyn表示 不少Android電話的供應商 受到低價錢但高銷售的品牌 例如中國的小米 以及蘋果高級手機夾擊 它表示 若處於中間為之是危險的 它估計現時全球共有約一千個智能電話的品牌 包括中國的數百個 即使像三星那樣 增在一個時期內成功促銷所有不同價錢的智能電話 但現在卻受到如雨後春筍湧現的其他品牌衝擊 上週 該公司預期在截至6月份的3個月內 盈利錄得連續第七季下跌 三星可能對其最新推出的多款電話需求估計錯誤 雖然Galaxy S6電話的頂單應接不下 但其他高級手機的需求卻未達目標